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7号星期三 习近平现在一手在打压胡春华 倒查内蒙贪腐20年 另外一手我觉得就在扶持陈敏尔 陈敏尔看来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 咱们先看看 就目前来讲 全国各地都在 就是说地方的这些风娘大吏们 都在进行的一些调整 为明年的这个做准备 首先来看河南省的省长尹鸿 3月31号 这是一个星期之前 接替林征成为甘肃省的省委书记 长春市的市委书记王凯 接尹鸿成为河南的代理的省长 在这里面来讲 当尹鸿去接 去转任甘肃省省委书记之前 他不从河南转到甘肃吗 对不对 但原先在河南省的政府的 原秘书长的朱焕燃 就是他的大秘 在今年1月份 他3月份转任 对不对 1月份的时候 就一般来讲都是领导走之前 给自己的秘书安排一下 对不对 秘书跟着自己的安前马后 这么多年 不容易 对不对 那么领导之前 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就开始就晋升上来了 所以一般来讲 领导的秘书都会 就是说非常快的 往上升 你懂吧 就把他的原秘书长的朱焕燃 1月份转任了 他们河南省的政协的副主席 等于不就给扶持上来了吗 那么4月2号 长春市委书记王凯 去接任河南省代言省长的 那时候 河南省的政府原秘书长的刘世伟 就升任了省政府的秘书长 就给他又配了一个大秘 然后你再看 福建省委的书记尹丽 在去年的11月30号 从四川省的省长位置上 调离之后 那么四川省政府的原秘书长 他的大秘 这个叫张瑶 好像是 今年2月就兼任了成都市的政协 党组书记 从四川省 到了成都市 政协就当了 当所书记 等于也给他就安排了个位置 然后2021年1月 四川省的水利厅的厅长 转任了省政府办公厅 党组书记的胡云 他今年1月份的时候 来当了党组书记 当了党组书记本来讲 秘书长是兼任的办公厅主任 和党组书记的 他一来的话 就觉得他要当秘书长了 果然1月份 先把党组书记先当了 然后等到原先的大秘 调走了之后 调到成都市政协 当了书记之后 他就直接就当了 四川省人民政府的秘书长 等下就给他安排好了 好吧 那么从这里边 你就看出来一点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般 领导走之前 给大秘安排好 或者领导已经安排好了 他前脚走 过几个月 大秘就给安排一个地方 反正他们两个 差不多是先后脚的 这么一个 有可能是领导先走 也有可能是大秘先安排 当然要看的党的这种 就是说就是刚好赶到那儿了 你懂吗 就是当然前后一般就差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2018年1月就开始担任重庆市委秘书长的王斌 到了今年的3月31号 一个经济之前 被任命为重庆市常务副市长了 直接掉到副市长的位置上来了 表示什么呢 也就是说王斌即将就要卸任重庆市委的秘书长 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了 他现在还是 因为现在陈敏尔还在 还得给什么当大秘 但是也给他安排好了 已经任命了 重庆市的常务副市长 安排好了 那么这预示什么 预示陈敏尔要走 因为已经给大秘的安排了位置了 所以陈敏尔一走了之后 他就会现任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 那么61岁 陈敏尔籍贯是浙江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讲 他是算是非常年轻的 为数不多的60后 是在浙江政团干了30年 2002年的时候 他当时是浙江省省委常委 当时的省委书记谁 就是习近平 当时跟习近平一起共事了5年 习近平是书记 他是常委 所以陈敏尔是被认为 就是说根红苗正 算是浙江新军 是习近平的比较信任的人 2012年的2月到2017年7月 担任贵州省长和书记 陈敏尔那时候就搞大扶贫项目 就完完全全 就是说 想用习近平的号召 搞扶贫 当时还是得到了 很大的承认和重视 被称为叫贵州模式 扶贫 搞得比较成功 然后到了2017年7月的时候 重庆市委书记 孙政才落马 薄熙来 孙政才 连着两个从重庆市上落马 当时陈敏尔迅速的 就直接火线支援 直接调到了重庆 当了主政 当了重庆市的市委书记 就说明什么 说明极度的受到习近平的信任 就因为认为重庆这不行了 乱了套了 前面的薄熙来 后面的孙政才 两个人搞得乱七八糟 习总就派了一个 真正的派了一个自己人 要把这儿给我弄利涂了 就要陈敏尔弄来了 然后从这开始 到了2021年的2月 中共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第19届 中央第6巡视反馈会议 对于重庆 是这么说的 第二巡视组组长 伍在平 2月4号 这一个多月前 说 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说重庆市委 坚决肃清孙政才 恶劣影响和薄熙来 王立军的流毒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市委领导作用明显 增强了全市的政治生态 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于孙政才 从2017年接任的 对于崇明尔 到2017年 接任孙政才之后 取得了成绩 是习近平非常的认可 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2月份就定定调了 觉得同庆市现在OK了 被他搞定了 搞好了 那么陈敏尔 就是说去哪 现在受到大家 极度的重视 我相信 就是说明年 就要有大的动作了 现在陈敏尔 我觉得可能是 再历练历练 在地方上 还是直接就掉到中央 掉到中央之后 就给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就等着 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习近平 对胡春华 非常不满意 我之前也说 我觉得习近平 动胡春华的可能性 不大 很有可能 就是逼着他 就老师退休滚蛋 就得了 那么后面 我看陈敏尔 现在是肯定需要 需要上来了 那么还是非常年轻 那么能不能 咱们别给人胡胡安排 画到嘴边 还是先夜回去 好不好 咱别给人瞎安排 因为陈敏尔同志 我觉得前头无量 非常年轻 前头无量 好不好 咱们别给人瞎说 说完给人说谎了 不太好 好不好 这期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